我們看一下這個範例9 他求的是這個體積的反問題 那這個應該其實不難 題目告訴你 A B C D 4個點都給你的 那麼他講說這個四面體的體積是65 求K點多少 那其實很簡單嘛 先把我們講前面講的觀念 擺進來就好了 就是這個觀念 看一下 還是一樣利用這個公式 你把那個A B A C A書 找出來對不對 然後呢找出他們的三階行列式的絕對值 那就是他的體積了 所以題目呢就很簡單了 怎麼做呢 請把 A B A B 還有 A C A 珠 的這個項量先找出來 來 A B A C A 珠的項量 把它找出來 好 好 那麼 A B 的項量呢 就是 2 負 1 3 喔 2 負 1 3 然後 A C 的項量呢 就是 1 4 K A 珠的項量呢 就是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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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K OK OK 好 然後呢 一樣 再繼續吧 2 負 1 3 1 4 K 2 負 2 2 K 喔 的絕對值 然後應該等於 15 那後面只是你要去練習這個地方而已 練習這邊 把他的那個 3D 行列式做畫腳的動作 那這邊的話 如果你要順的話 快速幫你看一下 這樣 我建議的方式是 呃 先把這裡的 2 負 2 2 2 沒有先把 2 提出來 喔 所以變成 2 負 1 3 1 4 K 1負 1 K 這樣子 OK 然後呢 呃 你可以做法案多種的齁 你可以這個 這個 這一次 第二次 乘 3 負 1 喔 跟下面合併 喔 所以等到 就等於 2負 1 3 1 4 K 乘 3 負 1 就變成了 0 乘 3 負 1 就變成了負 5 這裡變成了 0 好 那這就很簡單啦 這一次 正負正啦 所以變成了 5 5乘上誰 5乘上這個 2 1 3 K 對不對 然後等絕對值 等於15 對吧 然後呢 這個5跟15可以約分變成3 所以就加上乘 就變成了 2 K 減 3 等於 3 喔 2 K 不好意思 再往這邊 再往這邊 2 K 減 3 的絕對值 會等於 3 所以你 K 減出來 你的 K 就等於 這個 3 還有 0 K 減 3 負 0 都可以 K 減 3 負 0 都可以 K 減 3 負 0 都可以 如果是 等一下我看一下 這邊 欸這裡還有一個 六分之一要補上去 因為講是體積嘛 所以不好意思 這裡他寫的六分之一 才會等於那個15才對 所以這裡少寫的六分之一 sorry 所以結果應該等於90才對 90 那90跟5月分的話是18 18 18 所以你答案是3跟0 對不起 應該是 呃 多少 6 呃 負6吧 6跟負3吧 6跟負3 6跟負3 所以我看一下 2 K 減 3 6 怎麼是變6負減 3 我看一下 20 K 這裡 乘上六分之一 喔 這兩個提出2對不對 所以這裡應該變成了10才對 是不是 sorry sorry 這裡沒提到 這應該是10才對 所以應該是9 不好意思 應該是2 K 減 3 絕對是等於9 剛才那個2沒有放進去 等於9 所以你可以等於6 沒有錯 還有負3 好 所以大概兩個 6跟負3